就是这一巴掌 奥斯卡金像奖引帝 威尔史密斯靠着这巴掌 让他再度扬名全世界 哈喽大家我是小林 你知道凭着电影王者理查 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的威尔史密斯 今天因为爱妻杰达平击受到嘲讽 奉而向嘲笑他老婆的颁奖人三耳光 而且还精准命中 但你知道威尔史密斯的这巴掌 可能有着极大的威力吗 曾在2001年演出拳王阿里传记电影的威尔史密斯 为了演好拳击手的角色 特别请到了拳王阿里的冠军教练来对他进行特训 教导他拳击技巧 也从早期拳王阿里的拳击比赛影片中 挑出了11种进攻出拳方式来做练习 特训教练表示威尔史密斯的学习能力很强 他练得最好的一招是用肩膀和头部的假动作来击敌 看来今天在颁奖典礼上威尔史密斯没来得及用上这招 不然那会颁奖人克里斯洛克可能就会被当场KO了 此外当时的威尔史密斯为了演好拳击手的角色 还历经了整整14个月 每周5天每天6小时的体能训练 就连冬天也在雪地中慢跑练拳 为了要展现拳王阿里的强壮身材 还特别增重 体重从85公斤爆增至100公斤 而且全身的肌肉含量超高的 根据当时训练他的教练实测 威尔史密斯平均一拳的威力高达365磅 相当于165.5公斤 我们仔细看一下威尔史密斯今天的出掌慢动作 他这个出掌先是态度冲容的走到对方面前 还占定位从腿部蓄力 接着用下盘带动手的挥出 这一个挥急是用腰力带动右手臂的发力 很明显让他的对手重心大为倾斜 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我们看一下一般人嗓巴掌 很明显的都只有用到手背的力道 这威力跟威尔的是无法相比的 不过小林也认为威尔史密斯应该有手下留情 毕竟是公开场合 还是要给对方一点面子 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呢 你觉得威尔史密斯有用权利的话 请留言加1只用了三成力 请留言加2 或者在影片底下分享 你对威尔史密斯这次行动的看法吧 喜欢这部影片请给我一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可以看更多精彩有趣的影片 我是小林 我们下部影片见啰